世界上最贵的车排名 第五名 麦巴赫 起步价500万 麦巴赫是全球顶级豪车 目前在售的车型主要有三款 其售价在500到1200万之间 最贵的一辆麦巴赫高达2500万 全球限量20台 第四名 帕加尼 起步价1200万 帕加尼是世界顶级轿跑品牌 最贵的一辆帕加尼售价高达1.2亿 全球限量3台 第三名 布加迪 起步价2500万 无数蓝色新增的梦想 但奈何价格却高不可攀 最贵的一款布加迪 市场价为1.38亿 第二名 科里赛格 起步价2600万 超跑中的战斗机 前世界上最快跑车记录拥有者 时速达387公里每小时 第一名 希尔贝 起步价5000万 跑车中的王者 也是目前提尼斯世界上最快跑车记录保持者 时速443公里每小时 这样的车你想拥有吗 关于摩托车的世界之最 世界上最贵的摩托车 马库斯限量版战斗机3.5亿 全球限量30台 时速可达300公里 什么豪车在他眼里都是渣渣 你的摩托车多少钱 世界上最快的摩托车 到其战斧摩托车 最高时速676公里每小时 比起现在最快的跑车速度还要快 售价600万 世界上最长的摩托车 长达23米 这款摩托车是英国一30岁的男子 所改装而成 上面可以坐25个人 时速达50公里每小时 世界上最大最重的摩托车 这辆摩托巨兽来自澳大利亚 是一名叫雷暴曼的男子 所改装 长为9米 高3米 重达14吨 这样的摩托车开上路 绝对回头率百分之百 关注世界新奇之最 每天带你看世界 世界上最贵的五款手表 百达菲利手工精怀表 1.4亿 这款怀表制造于1932年 机身零件多达900个 纯手工耗时五年完成 在2014年被拍出1.4亿的天价 成为当时的世界表王 销邦201钻石手表 1.7亿 挂表是由201克拉的全钻石组合而成 虽说造型很丑 但其价格却令人高不可攀 宝基安托瓦内特怀表 2亿 这款手表是宝基先生 耗时40多年所制作 是手表收藏界中的精品 其价格高达2亿 百达菲利大师悬音万表 2.18亿 就在10月9日的瑞典加斯德拍卖会上 这款手表最后以2.18亿的价格成交 格拉夫钻石幻觉手表 3.8亿 昂贵之处在于其表身上的那 110克拉彩色稀有钻石 你说这能不贵吗 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关注世界新奇之最 每天带你看世界 世界上最快的三款车排名 第三名 超音速推进号 时速1228公里每小时 在1997年时创下世界陆地急速记录 也是世界首款超过音速的陆地汽车 1000公里加速时间16秒 第二名 寻血猎犬超音速汽车 时速1678公里每小时 采用战斗机喷漆式发动机 和火箭发动机为动力系统 加速到1600公里 仅需40秒 比飞机还要快 第一名 音速之风陆地急速车 时速3248公里每小时 加速度160公里每辆 采用火箭发动机为动力系统 车身用火箭航空器材等名部件所打造 不到两个小时就能横穿中国 如果逃战成功 那么将成为新一代的陆地急速之王 关注世界新奇之最 每天带你看世界 螃蟹我们都有见过和吃过 但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螃蟹有多大吗 2014年英国地区一小镇上的码头边 一航拍机拍摄到了一巨型螃蟹 根据对比分析 其长度达到了15米 在码头岸上还有两个小孩子在垂钓 此螃蟹还已经向他们伸出了他的巨钱 在路人的大喊之下 才慢慢退回到了水中 不过此报道的真假 至今也未有一结论 而真正的世界上最大的螃蟹 应该是属于杀人蜘蛛蟹 其长度能达到4.2米 熬猪的长度能达到3米 重达30斤 这样大的螃蟹吃起来肯定很爽 什么帝王蟹 椰子蟹根本就没法比 关注世界新奇之最 每天带你看世界 世界上最大的五条蜘蛛 第五名哈士蜘蛛 平均体长16-20厘米 曾所发现的最大个体长度达到33厘米 主要分布于太平洋西部诸多国家和地区 第四名利鲁巨型蜘蛛 平均长度为26厘米 最大可达41-42厘米 拥有超强毒性 被咬到后只能冲天由命了 第三名越南巨人蜘蛛 平均体长25-30厘米 这种蜘蛛是目前生存在亚洲的最大蜘蛛 主要分布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地 第二名亚马逊巨人蜘蛛 平均体长26-30厘米 最大可达46厘米 接近半米长的蜘蛛 简直是可怕 第一名加拉帕克斯巨人蜘蛛 平均体长30厘米 曾所发现的最大个体为62厘米 几乎人杀死任何两系类的爬行动物 蛇、蜥蜴、青蛙都是它的菜 看到就赶紧跑吧 关注世界新奇之罪 每天带你看世界 很多人都想知道 世界上最大的蛇到底有多大 今天它来了 据国外媒体报道 在阿拉伯红海之中有一条超级大的巨蟒 其长度达到了500米 最后突动坦克和潜艇 才将其消灭 但不过这只是阿拉伯网友 给全球网民开的一个玩笑罢了 来虚假新闻 而在吉尼斯之中所记录的最大蛇 是印尼的一条网文蟒 在2006年的时候被捕捉 其长度达到了14.85米 重达900斤 这也是近100年来人类所发现的最大蛇类 如此之大的蛇 在动物界中有哪个人干得过它 关注世界新奇之罪 每天带你看世界 下期为你带来世界上男人都希望拥有一身健壮的肌肉 但你知道世界上肌肉最发达的人是谁吗 那就是美国的罗尼库尔曼 号称世界健美第一人 他曾连续获得8次奥林匹亚先生大赛冠军 要知道这项大赛从1956年开赛至今 一共就只有14个人获得过冠军头衔 而他一个人却连续获得八戒 你说他强不强 在他身上就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 就算斯瓦辛格在他面前也要稍逊一筹 这样撞死的他 他打起架来肯定很猛 关注世界新奇之最 每天带你看世界